前幅 小少主 自己 你也該回去 龍君讓我來個合理 現在那羽外患 龍君病危 大少旅 至今昏迷不清 只有您 能夠帶領我 感谢她還記住我 當初 就是因為她相信那個女人的話 狠心將我和母親趕出了門 就是因為我是私生子 人人口中的野種 這麼多年過去了 她何曾 關心過我們母子的生死 現在 她說讓我回去 我就得回居 我李莫 難道是他們樓門的一條狗 不來賀去嗎 我已經成家了 不需要任何人的客戶 走起 你回去吧 不要再來找我 喂老婆 怎麼了 你 你女生 醫生 天氣 今天就怎麼樣了 經過我們醫院的專家確診 您的孩子 患的是白血淋 還請您做好心理準備 你還知道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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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什麼 阿許平 怎麼會這樣 李莫 你個廢物 你是有點困你給我滾出去 然後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李墨 你一个烂泥一样的废物 来这干什么 这就是倩子的爸爸 来看看是该的 闭嘴 没看到老爷子在这吗 忘了 人前人后 倩倩只能管他叫叔叔 爸 李墨来了 叫鞋子 是 这是你和顾云兰的离婚协议书 签了 倩倩的治疗就能得到保障 你放心 倩倩的骨髓已经找到了 医疗费用不需要你操心 爸 倩倩是我的鱼 为什么骨髓不能用我的 住口 你有什么资格做倩倩的鱼 把他借了 曾经我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几乎 怕这顾倩倩 我姓顾 能姓你 爸 我是不会签的 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 混账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那不是因为你嫁了这么一个废物 我顾家能成为汉城的笑柄 没有我的允许 他们是不会用你的骨髓的 而且治疗费用延二十多万 你拿得出来了 我李墨可是龙门少主 未来的龙君 却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又不能想人 我会签到钱的 爸 你看看这礼物 简直不要太放肆 是啊 二伯 这窝囊费居然敢不听林的话 先拿去用 不用找听完我 兄弟 谢谢你 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 王川 你要把钱借给他 这可是咱们俩结婚用的钱 确实啊 李墨你还要不要李 你向我们家王川借了多少次钱了 你不害臊我还替你害臊呢 秋阳你干什么 王川我警告你 你今天要是敢把钱借给他 这婚咱们就别解了 申请现在还在院行呢 他现在继续有钱 那小孩他死了算了 反正他就是一入坠的窝囊费 他女儿都不肯 你管他干什么 秋阳你干什么呀 秋阳 这是咱们俩结婚用的钱 怎么能说借就借呢 但他是我兄弟啊 李墨你现在来医院 这里是二十万 是我偷偷存的 你就说是你借的 我只是不想亲戒 失去你这个爸爸 我不会让你回去 失去我了 爸说的果然没错呀 就知道你会给你的废物塞钱 放心 我一个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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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啊 真是太长了是吧 你对自己的钱还找我女儿要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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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們別罵爸爸了 忘了外公說的話了 不是你爸爸 他就是我爸爸 我想讓爸爸陪我 住口 他不是你爸爸 姐姐啊 外公陪你啊 啊 這就是我爸爸 我想讓爸爸陪我 只有兩天的時間好 為了倩倩 知道該怎麼做 爸 不用了 倩倩的病 我自己治療 爸 不用了 倩倩的病 我自己治療 骨髓也必須有我的 倩倩是我的女兒 走 小少主 你考慮好了 想好了 我決定了 繼承樓門 好吧 我太满了 我李牧师定期最好 龙门资产遍布全球 有一万资产 就连摩根家族 罗斯卡尔德家族这样的财团 也得对龙门 记得死死 太好了 您终于做决定了 我现在就带着继承文件过去 这个先放一放 我现在急需要钱 二十万 小少主 别说二十万 二十一都可以 现在就叫人送过去 为了个疫情误会 我该还让自己过去一趟 想想 那我在龙基小区等你 你谁呀你 赶紧跟我出去 你这呀穿得破坏烂烂的 也敢进龙头小区 是你这种体验能来的地方吧 不好意思 我跟人约好了 就你这样的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别放要我工作 我真的约了别人 有急事 麻烦你通融一下 你给我出去 你这个人有毛病吧 我们这可是高档小区 能进来的可是身家千万起步的有钱人 你这什么东西 能跟这的大老板约到一趟 能跟我们大老板谈到一块 怎么回事 吵吵嚷嚷 当护主我们看见 成何体统 队长 您来了 这有请表 苏菲要从我们小区 对不起 我们龙头小区 住的都是大关协贵 允许他的事情 请速速离去 你们呀 还不快过 哎呀 我把你赶出去是不是 再说一次 我是来找人的 你找谁 几乎 你找我们的钱都 这人就是个傻叉 要不我叫两个人 把他丢出去 处理干净一点 不要引起我们雇主的反感 是 你妈 叫两个人到前面 有人闹事 傻子 你完了 我在前门 被你的人拦下来 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你不必去打赶我们钱都吗 你这个秋鸟车 装机也不带你这样的吧 住口 小少主 您来了 小 少主 陈总 你弄错了吧 他就是个穷角色 跑这闹事来的 那我说 你见到我们钱总 居然还不行李 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 把谁扔出去 他可是小少主 龙门未来的龙军 李总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在这 哎 你怎么还在这 给我滚 住口 少主 你打算怎么处理 开除吧 来人 将他们两个扔出去 我用得无地抱抱 少主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少主 现在开始 暗城再无他们利命之地 扔出去 哎 徐总 我错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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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李默 去找钱了 爸 这里是二十万 倩倩的病 由我来治 你个废物 怎么跟老爷子说话呢 妈 你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 你给我起开 让你和他这个 没出息的东西离婚 你就是不离 现在没你说话的事 李默 钱从哪偷的 李默 钱从哪偷的 谢的 就你 谁会借钱给你这个窝囊废 变了又如何 倩倩是顾家的死 来自我说了算 不是你 你好 你就是顾老爷子 你就是顾老爷子 我就是 请问你是 必然姓宋 这是目前全世界最昂贵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 安事 全世界最顶尖的医疗团队研发出来的药 一颗药就能治疗白血病高达百分之九十 全球一年支产一百颗 一颗卖出七百万天价 而且还有价无市 多谢宋先生看看 我们宋家 感激不尽 这不是我宋 那是谁宋的 李家 李家 这个李家 是何凤神圣啊 不会是李墨吧 欣慰啊 你就别开玩笑了 咱们还不了解他嘛 就是个烂迷 行了 这几天你们都打听一下 判成什么时候多了个李家 顾云来 不会在外面帮上什么土大款了吧 顾行为 你不要胡说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李家 会是他吗 如果是他 为何要委屈四年 行了 你这些协议到底贴还是不贴 不贴 钱我已经借到了 倩倩 也必须用我的骨髓医治 这家医院的院长 你是我的朋友 我说不用你的骨髓治疗倩倩 就不会用 你这个窝堂费 还想用你下间的骨髓治疗我生这个病 什么都没有 爸 我是倩倩的爸爸 为什么骨髓不能用我的 为什么 就因为你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丢尽了我们顾家的脸 就是 李沫 你不过就是个狗东西吧 你有本事 你要院长来帮你 院长只要说能用你的骨髓 那我们李家就没意见 是吧 爸 没错 如果院长同意用你的骨髓 我顾红泰没有任何意见 月兰 月兰 刘院长 刘院长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我孙妮 顾董客气了 我这次来呢 就是通知你一件事 有什么事 让护士长通知一下就行了 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李先生您好 我是本院的院长 刘新敏 李先生您好 我是本院的院长 刘新敏 刘院长 这就是个废物有卷 不必跟他开机 是呀 一步小学生 他就是个废物 你遇到自己什么 就是啊 刘院长 我这个女婿啊 就是个穷小子 你不用跟他那么客气 哎 李墨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的跟刘院长打招呼 哎 你还等着刘院长 跟你这个废物握手啊 老子 怎么跟李先生说话了 什么废物不废物的 你们可知道 这李先生 这个 你好 刘院长 我女儿的病情怎么样 李先生 您放心 关于您女儿的病啊 我们医院 一定全力一致 全力一致 谢谢 刘院长的手 也是你随便握的 刘院长 您别生气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是个烂泥 顾老爷 我这次来呢 就是通知你 关于 不倩倩的骨髓匹配 既然有至亲 自然 用至亲的嘴 刘院长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 用我买的匹配吗 既然有至亲 自然 用至亲的嘴 刘院长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 用我买的匹配吗 这个 是医院的规定 而且 也是为了病人着想 因为至亲的骨髓匹配 工线排斥的几率极低 刘院长 可不可以 见你不说话 不必 这件事就这么定 这骨髓 又用这位李先生呢 既然 他是孩子的父亲 你们就不该救 你了 混账东西 怎么说话的 刘院长 全副面少物质 多有冒犯 还请接两 李先生 那我就先走了 啊 各自 你到底用了什么战法 直接让刘院长 出来帮你 陆行伟 你跟我吵 没有什么用 有本事 你去找院长去啊 嗯 好了 既然是刘院长 女子 我自然不顾足了 不过 别以为你这样做 就会让倩倩认你 哼 别害怕 很快就会好的 啊 妈 倩倩就麻烦你了 林沫 你怎么在这儿 林沫 是不身份了 这位签手是 小兄弟 哎 多亏了你指路啊 我先走了 以后有什么事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哎 好嘞 这这老爷就是 找我问路的 月兰 这就是你那个温达费老公啊 嗯 他叫李莫 他是你 云兰 你也太随便了吧 既然嫁给了这样没出息的男人 难道国内的好男人都死光了吗 居然嫁给了这样没出息的男人 难道国内的好男人都死光了吗 云兰 倩倩的治疗我已经解决了 用我的骨髓 解决了 爸怎么可能同意倩倩用你的骨髓呢 这个医院的院长说了 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好了 我先去上班了 原来 不是我说你啊 你赶紧跟那个废物李莫离婚 我给你介绍几个好的 都是汉塵有钱有势的公子哥 实在不行 我还有国外的朋友 又帅又有钱 技术又好 云兰 四年了 我都替你感到不值 当断则断 难道 我真的要和李莫离婚吗 我不会和他离婚的 我和他已经结婚四年了 说明感情那是假的 而且 他始终是浅浅的爸爸 除非他不要我们了 云兰你怎么这么傻 那个废物李莫有什么好的 好了娜娜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随便你了 不过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 拆散你们的 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会让你视线你谈的 云兰 这件事你必须听妈的 你明天就去跟那个窝囊费离婚 咱们顾家容不下他 今天在医院里 啊 简直 把我这脸都给丢尽了 就差全犯成广播了 你也看到了 对你爸那是什么态度 啊 这不是把咱们家往火坑里推吗 过几天 就是顾家的年终赌计会议了 要选出新的公司副总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对你爸这样没大没小的 你还有机会选上吗 你必须跟他离婚 你看看看 你自个儿的事你一点都不关心 妈 我不管 你必须跟那个窝囊费离婚 四年了 我们家受尽了嘲笑和唾沫 你还没受够吗 雨儿 你这次一定要当机立断 你现在这么辛苦 倩倩又得了白血病 都是因为那个没出息的家伙 你本来可以加入豪门 租阔太太 我们家里跟着沾光 难道你就愿意继续这样 累死累活的 还要忍受那些亲戚戳机量骨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呢 妈 我不会和李莫离婚的 不离婚 你要和那个窝囊费过一辈子呀 妈 我没胡说 我爱李莫 即使这四年来 因为她我被亲戚朋友嘲笑诟病 但她毕竟是我的老公 是姐姐的爸爸 这四年来 她默默守在这个家里 她何曾有过一句怨言 你看不起她 爸看不起她 但我不会 妈 你们不懂 我一直在等 等她可以明正言慎的 被叫做亲戚的爸爸 叫做我顾云兰的老公 李莫 你可以答应我吗 我们不要去接受任何人的嘲笑 我不要倩倩在人情人后喊你叔叔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倩倩的爸爸 是我未来的老公 不是我能飞 我恋你 小少主 有什么吩咐 下个月23号 是我女儿纪念的生日 你帮我在汉城 定下最高档的凯撒宫酒店 我在那里摆下三百桌宴席 宴请全城的豪门绅士 小少主 您确定要这么做 干嘛 有难度 这点事对于龙门李家来讲 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 对于现在的龙后身上 小少主做事如此高调 我怕会引起龙后的不满 这我不管 你看着安排 但我的要求不会变 如果因为这样 那个女人对我有威词 我将不会继承龙门 更不会替龙门做任何事 你这是 按照小主人的意思去办 你听说了吗 有个神秘富豪23号包下了凯撒皇宫 五千万呢 早就知道了 说是给自己女儿过生日 这也太有钱了吧 简直是小公主嘛 多少人期待那天的到来 听说啊 宴请了三百拙 这么一算的话 起码得上亿的消费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3号好像也是我们顾总监女儿的生日吧 不会吧 难道包下凯撒皇宫的是顾总监 不会 你不是不知道顾总监在顾家的地位 说是顾总 我可能还信 别扯了 我都打听了 这一次包下凯撒宫的不是顾家 进来 哎 郭云兰 听说了吗 有人为了给自己女儿过生日 包下了整个凯撒宫的人 哎 同样是过生日 人家的女儿 在凯撒宫过 而某些人的女儿 却只能在医院 还真是可笑哈 要是没什么事 就给我出去 哎呦 生气了 那能怎么办呢 同样是夫妻 人家女儿过生日 全程的人都会去 而李默呢 她估计连给顾倩倩过生日的资格都没有吧 出去 郭云兰 后天就是顾家公司的年终晚会 这次 我一定会将你赶出公司的 哼 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我顾云兰的老公 为什么会是倩倩的爸爸 原来 你到底怎么了 你知道23号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啊 倩倩的生日 那你知道今天汉城发生了什么事吗 所有人都在嘲笑我们 都在嘲笑倩倩 同样是23号生日 人家包下了整个凯撒宫 把你李默连连给倩倩过生日的资格都没有 为什么倩倩这么小 就要承受他们的非议和冷眼 知道包下凯撒宫的 那不就是你吗 没错 包下凯撒宫的人就是 云兰 你在这啊 找你好久了 云兰 这块送给你的 刚买的 谢谢你 但我不能收 云兰 收下吧 我当是谁呢 李默呀 怎么 又来给我老婆投花呀 你想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 我会打动云兰的 而你不配合她在一起 云兰 等我赚到了更多的钱 我一定给你买最贵的那条 价值三千万的 璀璨之星 许天海 谢谢你 但这太贵重了我更不收 不好意思啊 我老婆不会收任何人的礼物 如果她喜欢 我可以买给她 你说什么 你能买给她 李默呀 你开什么玩笑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你恐怕连我手里的这款都买不起吗 你恐怕连我手里的这款都买不起吗 月兰 你喜欢那颗水彩之星的钻石项链吗 不行 我们走 听到了 我们走 你月兰 你没吗 你干嘛拽什么 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到故意兰 好了 人都走了 你还要拉到什么时候 月兰 你等我 这次 我一定给你和倩倩一个难忘的生日 你在胡说什么 爸是不会同意你去给倩倩过生日的 你只要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啊 李默 这么多年 你已久一事无成 一点改变都没有 算了 毕竟 当初是我选择的你 你回去吧 我回公司了 我回公司了 原来 你先想想 我会就不看到 你好先生 请问 您需要了解些什么 我随便看看 先生 您是在找什么吗 我去看看 看看 嗯 这位先生 您都看了快二十分钟了 您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您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买呀 这不还没看好吗 我看你并不是真想买吧 是来擦空调的吧 要做啊 中门左转 我再看看 看看 先生 您想看什么款式的 我可以帮您找找 嗯 要不这样先生 您先自己看着 等您有需要了再叫我 好的 谢谢 你啊 那么认真干嘛 你也不看看 这样的家伙 怎么会有钱买得起呢 他全身上下加起来 不超过三百万 这样的人 能买得起吗 指的一台不是想了 我都说的这么明显了 还有一点 你身后 是这样不太好吧 毕竟进门的都是客人 人呢 要分三六九等 是客人吧 得分高低去去 不好意思啊 我想看一下璀璨之星 就你这样的 买得起吗 这进门都是客吗 怎么 难道看一看还不行吗 也不是不可以 但这条项链 是我们店的正店之宝 平时都锁在 机密的保险箱里 要看的话 需要提前三天余 这 先生 要不 先跟我进去看看别的 好的 谢谢 有花 李莫呀 你居然还真敢来这 怎么 你也来看看这些奢侈品吧 这开门做生意的 我凭什么不能看了 因为你是个穷鬼呀 这里随便一款钻戒项链 都值好几万呢 你觉得 你买得起吗 什么 你是我孙子吗 你管我买得起买不起啊 一个窝囊废 买不起就买不起 在这装什么大款 我告诉你 实相的 乖乖的跟云蓝离婚 店员 过来 徐公子 您来了 有什么需要回复 我来看看 璀璨之星 徐公子别急 我去请示下我们经理 徐公子 请坐 唉 李莫 想好了 如果你愿意把云蓝让给我 我愿意给你五百块 不愿意 给点不要的 你看着 云蓝迟早试误 到时候 李懿分钱也能 徐公子 您稍等 我们经理让人叫过来了 嗯 徐公子 为什么我需要预约 他就不需要呢 你跟徐公子有的比吗 徐公子 风流 他 天气消灑的 随手就是个五万十万的 你呢 连他饭钱都要抠着花吧 哈哈哈哈 他也是来看取杂之星的 是的 徐公子 就他这样的 也配 你要知道 有钱的才是贵族 既然是贵族 自然是不愿意 像被狗一样的东西打扰 徐公了 是 徐公子 我立马赶他出去 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你们是在狗眼看人低 唉 算了 既然他想看 那就让他一起看吧 一个穷鬼 估计一辈子都看不到 怎么还没送过来 我时间不多 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徐公子 时间等等 马上 马上就到了 喂爸 啊 行吧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徐公子再等五分钟 项链马上就要到了 又是你害的 你这个臊胎心 来这看看看 买又不买 有钱没钱 没钱鬼蛋 你怎么在这五个 这五个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你不买 我业绩都没了 他都走了 那你把他追回来啊 你怎么才来啊 你怎么才来啊 你眼睛是躲着完了几分钟 说你呢 你已经走了 都怪那个丧子 那怎么办 我的丧子 不然呢 这段项链要在我店里有任何事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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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了 你在干什么玩笑 你知道购买这条项链的条件是什么 必须是银行物员 而银行物员的标准 就是要消费五百万元以上 周先生 您真要买 买什么买 他就是个熊屌丝 没有人 我现在有资格买了吗 是 日尊黑卡 没有 没有 那山有 刚才是在冬季 是我有眼不见 有眼不见 这山 你想到您成功一条 你大人不记小人祸 又饶了我这次吧 先生 如果您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服务 我 我 恭喜李先生 买下了本市第一款璀璨之星 帮我送到顾家的云天药业公司吧 还是刘李先生的姓名吗 你就给我带一句话 有人许他一世繁华 让他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谢谢 李先生的女人是怎么样的呀 居然让这么其貌不扬的人给他买这款项链 想来 应该是天女下凡了吧 是啊 我也很好奇 我靠 顾总监老郭也太吊丝了吧 笑死好了 他还这样的我脑费 居然还去看项链 简直丢死人了 顾总监嫁给这样的废物啊 也就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顾 顾总监 请问谁是顾云兰小姐 这里有您的快递 哇 这盒子看着也太贵重了 顾总监 这快递谁送的 一看就价值不费 是啊 顾总监 你快打开看看吧 这还亲自送货上门呢 这是璀璨之星 这璀璨之星可是全国限量的 价值三千多万呢 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全汉城 这应该是第一条了吧 好奢侈啊 这全是钻石 顾总监 你也太幸福了吧 这谁送给你的呀 请问 这是 谁送我的快递 顾小姐 这个我们是不方便透露的 但是对方让我给您带句话 他说 他会给您世间一切的繁华 让您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我 你确定 嗯 不会错的 哦 谢谢 顾总监 你也太幸福了吧 这不会是哪家 爱恋你的贵公子送的吧 给你一世繁华 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心都融化了 我也想成为那个幸福的女人 我想起一个人 应该可以 还起一个人 还起一个人 你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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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云来真是好手啊 他这是办法哪家复照 你说会不会是上次在医院 给那个小野种送药的 哪家 这个郭云来 出轨人呀这是 把这事告诉李莫了 郭云来这么明目张的人 他是李莫知道的 也要击吐血了吧 告诉李莫 告诉李莫 这次的年终晚会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郭云来盯进脸面 让爸对他丧失信 让他永远在郭家抬不起头 没错 郭家不需要郭云来 不需要够了 对了 你去给我打听一下那个李莫 究竟是何康 好 爸 我刚刚看 最近公司业绩下滑严重 其中郭云来带领了市场部 严重 也根本没订到什么大预定单 他也不可吹血 我看某些人没有能力继续胜任 不如辞职回家照顾孩子 别省得拖我们云生药业的后腿了 顾云来 我要是你 早就辞职卸任了 你带领的市场不就挣那么点业绩 你也好意思继续带领团队为公司效力 难不成 你想要我们云生药业 亏死不成 爸 最近市场部业绩下滑 是因为 不必解释 你说继续在总监的位置上 要必须用你的实力证明 你有这个能力 而不是一味的找进口推卸责任 爸说的没错 最近汉城新成立的一家 荣康医疗器械公司 那可是大公司 上市集团 如果我们能够达成 与荣康的合作 那岂不就是 几千万的订单呢 真的 真的 爸 这荣康集团在国内 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我也是才打应的 他们最近正在汉城物物色 有实力的耀人公司进行合作 要不 我们让布文兰去试试 如果他和荣康集团达成合作 我们就算他将功 但要是他拿不下来 说这么你没有能力 去算任几千的聚位 更早滚蛋了 都没 都没 对了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 你害怕了 那也行啊 你就却不辞职呗 李莫,我要是你, 谁也知你,就不会继续坐在这儿了。 爸,我接电词。 李莫。 李莫。 李莫,答应他。 李莫,一个窝囊废在这儿干什么? 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你带我给我口出去啊。 李莫,一个窝囊废在这儿干什么? 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你快给我滚出去啊。 哎,谁让这窝囊废进来的? 这不嫌丢人。 是啊,这不是给顾总监挖坑吗? 一个吃软饭的,还真有脸在这儿指手画脚的。 李莫,没关系,答应他,这个合作非你莫属。 你说什么?李莫,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这可是顾家公司,岂容易在这里大饭得死? 你可给我滚出去。 爸,你看看他。 四年前他让我们顾氏蒙羞,如今他竟然还想插上我们顾家公司内部的事情。 这人身窝呢,他也心不小啊。 滚出去。 李莫,相信我。 爸,我答应。 顾星文,你不就是想将我赶出云生要硬吗? 好,如果拿不下荣庞集团合作,我顾云兰辞去市场部总监的职位。 云兰,你可要考虑清楚。 这不仅关乎到你的发展,也关乎到我顾家未来几年的发展。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好,顾云兰,这话可是你说的。 在场所有人都可以坐着,你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自然不会,如果我达成了与荣康集团的合作,与顾星伟怎么办? 你要是拿下与荣康集团的合作,公司副总的位置我不跟你争了,直接让给你。 一言为定。 你个废物,今天为什么去公司,还敢让云兰打与顾星伟的赌卷?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把云兰往火坑里推啊。 妈,今天如果不答应,滚。 妈,你干什么呀? 这件事情是我答应的跟李莫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你当我傻呀? 我都听说了,就这个废物,跑到会议室让你答应的,你还要维护他? 那种情况,就算我不答应,也得被迫辞职,真的跟李莫没关系。 你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抽了?敢相信这个废物的话? 你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抽了?敢相信这个废物的话? 欢迎让我安静一点。 你,我话还没说完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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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看电视了,你老婆都要被赶出公司了,我们家要和西北村了。 妈,扯到山前灭屋啊? 何况云兰这么厉害,肯定得体啊。 厉害个屁。 大房三房哪个不比他厉害? 再说了,万一失败了呢? 老爷子的家产,难道我们就不要了? 云兰为了嫁给你,住在这么一个三军室的小房子里面。 大房和三房,哪个不是住的小别墅啊? 你这个窝囊废,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 你就别打了,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啊。 我给你打了热水,来泡泡墙。 李莫,今天在会议室上说的那句话是骗我的吗? 今天在会议室上说的那句话是骗我的吗? 如果我没了工作,那该怎么办? 我妈怎么办? 怎么会骗你呢? 这个工作啊,为你莫属。 没关系吗? 今天呢,是我不好, 让你受极了委屈。 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会给你,跟倩倩。 一个所有人都羡慕的未来。 让整个汉城, 都会为你, 是我李莫的妻子,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答应你, 不会再让你失望。 那么大家, 我想, 小少主 您有什么吩咐 前夫 中康集团的人认识吗 认识 他是国内一家数一数二的医疗器械大公司 您是要 我安排一下 我要见一下汉城荣康集团的董事长 好 小少主 我立刻去安排 荣董 荣董 楼下有人求见 说是预约过了 既然 你就是预约过的了 他进来吧 你就是预约过的了 你那是就预约了 你还没能够 我疑 你还没想到 我疑 我疑 不知这位小兄弟找我有何贵干 周董董 你不必客气 我来有一事 想麻烦鬼公司 哦 你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吗 听说荣康在汉城寻求医药企客 不错 我希望荣康药业 能够选择顾家的云生药业 负责人是沐云兰 据我所知 这云生药业 在汉城 通其量也只不过是 称赫上市的二流的云药公公 与他呢 想跟我们荣康合作合作 我认为 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凭他呢 想跟我们荣康合作合作 我认为 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另外我还很有兴趣知道 阁下尊姓大名啊 跟顾家又是什么关系呢 顾云兰是我的妻子 顾家李莫 听说过 原来阁下就是那位文明汉城的 大废物李莫呀 您过奖了 这件事 就拜托荣等了 算我李莫 欠你个人情 我不知道 您是怎么打听到 我荣康总部的 但是 小兄弟你此次来呢 恐怕要失望而归了 因为 就凭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 想跟我们荣康合作 完全不具备资格 就凭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 想跟我们荣康合作 完全不具备资格 荣康 我劝你三思 我李莫的人情 是人想要的 以你结实 什么 人情 哼 就凭他们 还跟我谈人情 什么身份 哼 你知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份 跟我谈人情 来人 动课 董董 您当真不愿意 我想我刚才表达的意思 一直非常清楚 所以 你现在可以从这里过去 对方拒绝了 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处理好 不是 可能这拿不到位 我不是立马之前 你的意思 什么 三分钟 我告诉你 多长时间都没用 不要做这种徒劳恐多了 我是绝对不会改变主意的 还有 我要提醒你 这里是荣康集团 是我 荣斌 说了算 行行行 我就给你这几分钟时间 我倒想看 看你一个顾家废墟 到底能爽出什么 妖蛾子 这个是好的人 这些东西 荣先生 需要除掉它吗 喂 小妹 我是 四个月 哎呀 这 这钱先生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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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 您怎么金军有口 给我打电话呀 嘿嘿嘿 我叫这个东康集团 云生要演合作 为什么 难道你想得罪我们龙门不成 哎 明一下 你有什么吩咐 您就说吗 何出此言呢 严重了 严重了 钱先生 今天我们龙门的贵客 要到你们荣康集团去烦合作 务必要答应 好好 您放心 只要他来 我保证把事情给您处理好 立刻 马上 你要知道 你们荣康集团的生思 靠我的龙门 钱先生请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处理好 李秘书 李秘书 我问你啊 今天预约了一位重要的规格 现在到了 到了有一会儿了 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是这位 不是 他 明白了 你先出去吧 是 董董 想清楚了吗 董董 想清楚了吗 刚才我经过考虑已经 非常的清楚了 一切 通案你叫李先生 您的意思吧 中康集团的最佳合作伙伴 自然是人生药业的 顾云莱小姐了 对吧 那就先谢谢了 您千万不要客气 董事长 就是这小子是吧 他不耐烦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让你进来的 而且对李先生如此的无力 你太不像话了 你真是 你还说你 董董 这帮人做事 不懂脑子的 把你担救 那这件事 就拜托你了 好的 对了 我希望董董您这件事情 不要神张 明白 明白 您放心 我一定守候如平 把事情给您处理的 妥妥当当 李先生慢走 去哪儿了 我出去了一会儿 快睡吧 明天还去医院 我睡不着 陪我说话 好 算个睡觉 累死 早知道 昨天就不去医院 医院里面乱糟糟的 妈 这是给你做早餐 吃热吃 这是个废物 成天待在家里 看外面那些男的 谁修你这样 别出席 妈 我先出去一趟 校医院 每天到处无所事事 到处下过 死了你就别回来 你 你怎么来了 看看你们有什么胃口 是不是在担心 和荣威集团合作的事情 没事 相信我 真的吗 真的可以再相信你吗 当然 我李默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真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我们一起要三口 好好地过日子 会的 不要让你跟倩倩 成为最幸福的人 有好 这不李默吗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 哎呦 顾大小姐 怎么了这是 现在这么甜蜜啊 顾行伟 你想干什么 李默 你现在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顾行伟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窝囊碎的女人 还是个肥前妇 竟敢跟我这么说话 啊 滚 让我 你抽你 顾行伟 凭什么 凭什么罚我 平老顾家长子 而你什么都不是 就是因为你命中我们顾家 让我们顾家连绵进尸 就平静 你死一万四都后 李默 你干什么 李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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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忘了 你们两个住的地方 可是我们顾家可怜也才让你们住 你敢对我大叔学习 是不相互了吗 我也不想怎么样 这样吧 因为你刚才给我下令道歉 要不然 我就把你 全赶走 顾行伟 你不要欺人太善 行伟 怎么跟你大哥说话的 啊 我去 还敢打女人 他什么事到啊 现在 打女人的还是他大哥 还说这种话 怎么会有这种人 是啊 现在这社会 这种人太多了 未来 找荣康集团 谈合作的时候 你可要小心点啊 你老婆死心 恐怕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云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其实我以前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们回去吧 终于一日 难得伤害 我要十倍奉还 归岚 你别说我不帮你 我也给帮你联系好了 荣康集团的少女 你要想谈合作 现在又去吧 我才不相信 你有这么好心 爱信不信 这是荣康集团的少爷 让我带给你了 你要想谈合作 就得按照荣康集团 少爷的意思中 你什么意思啊 是吗 你在我面前捉什么去 你到那里要过事 能瞒着谁啊 这是荣康集团 送给你的 你也知道 他这个人 向来就是喜欢这么些 想要 你要真的想跟荣康集团 拿成合作 你去穿这套去 拿走 我是回去的 贵兰 你不过就是个男人的玩物吧 你以为自己换一份额头 很划算呢 你就这么喜欢 你挣贴牌方吗 你不要自己思想那套 就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 而且 我才不相信 你对我有什么好心 贵兰 说真的 你跟那个废物窝囊废里墨 还不如跟荣常威少 毕竟一个天上一个地 还能换一份合同 对我们顾家来说 只赢不亏呀 为了我们顾家的未来 牺牲一下 你的宋伟 有什么大门 滚 归来 好好考虑清楚 你跟我对赌的 可是总监的未知 我是我爸的独子 我失败了无所谓 我爸不会真的赶我离开公司 但是你不一样 你要是失败了 你女儿怎么办 靠里墨那个窝囊飞养荒 喂 给我开间包间 你也过来 我必要让顾云蓝这个人尽可福的见过 成为顾家的耻辱 顾少 到底怎么回事呀 顾云蓝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样 你猜猜看呢 讨厌你还不快告诉人家 还吊人家胃口 可不云蓝 岂不是被容少白白睡了 原来的天 我该如此 可是 这要是让李墨知道了 会不会有难 李墨一个窝囊飞而已 目击危险 他要赶来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 二顾票 如果你成了父亲 可不要忘了我 二顾票 还有什么小事啊 我怎么不让你 哎呀 讨厌 嘴真 我好喜欢呀 只要顾云蓝成了 人尽可福的见过 到时候 我肯定 好好宠爱你一番 欢迎李先生 到我们医院检查工作 刘院长 不必这么刻意 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我只是来看看我的女儿 那行 那我就不打搅你 关于你女儿的病情 请你放心 我们医院的专家 经过连夜的会诊开会 现在已经有了治疗方案 好 你先忙 哎呀 李沫 你怎么才来呀 妈 我前面有点事 来晚了 你忙什么事啊 忙得连自己的女儿 都不知道照顾了 对不起 你不知道这医院 又脏又累的吗 那我在这待这么久 我都累死了 那先回东西 我来照顾千奇 没用的东西 看见你就烦 哎 我可告诉你啊 虽然说老爷子 同意让你照顾千奇 但你胆敢在院里 说你是千奇的爸爸 看我们抽死你 好的 爸 你放心 我记住了 你还露你干嘛 赶紧干活去你 啊 宝贝 等我啊 嗯 圣圳 有没有想爸爸 想爸爸了 来 擦擦手 爸爸 嗯 干什么 谁让他叫你叫爸爸的 爸爸不是爸爸的错 是倩倩的错 你还叫他爸爸 你还叫他爸爸 外婆 我不敢了 妈 你以后不会了 你知道就好 去把水倒了 你还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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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我 他不是你爸爸 你要是以后再叫他爸爸 我就连你和那个窝囊废一起赶出家门 你别以为你外公喜欢你 我就拿你没办法 你明白了吗 外婆 我不会了 就你不要赶走我爸 叔叔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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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还以为你是多么的感激烈 我还以为你是多么的感激烈 原来也是个为全低头的女人吗 你敢 你要是敢打 我保证 车已经在楼下了 走吧 呦 红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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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给你带谁来 红云蓝 赞成四国金花之手 哎呀 愣着干什么 快去给我们楼上钱 楼上 楼上 红尚 别紧 我是来谈合作的 谈 谈是一定要谈的 但是不过在谈之前 你先把酒喝点 嗯 难道你不想跟我签合同了吗 嗯 不曾经 那是大不敌的 我就从我吧 我们可以合作呀 你过来 臭婊子 跟我说手段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给我放开 快放开我 现在说不要 怎么可能 你还想不想要签合同呢 你不要碰我 求我 一会儿到床上来求我吧 臭婊子 跟老子装青春 今天我不弄死你 放开我 李莫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跟我女儿离婚 我是不会跟云兰离婚的 你已经拖累了四年了 这次云兰被人看不起 连累我们家也都被人看清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家 你才高兴了你 你相信我 我以后会努力的 你努力个屁 我不需要你努力 我只需要你离开云兰 离开我们家 李莫 你个窝囊废 你干嘛呢 你 我话都没说完呢 李先生 你要去哪儿 你是谁 李先生 我叫秦若若 是钱老安排我来的 快 把李人汇索 好 哎 小子 干什么呢 你谁啊 过什么家 我让开 你叫我让开 你进军集了 敢叫我让开 我再说一遍 给我让开 要不然你吃饿都知道 哎呀 好久没见这么好喝的人了 要不要我叫弟兄们来 交集了 住手 谁让你们这么跟李先生说话的 行行 你听一下就放别人谁啊 还需要秦小姐来报家伙 行了 你该过头别问 你想死啊 秦小姐 这是什么方法 把您给吹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了呀 白雪儿 我不想跟你废话 顾小姐 在哪个报箱 秦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当我百利人来要人了 我可没见过你说的那位 顾小姐 我就问一遍 顾云岚在哪儿 秦若若 你这还带了一个小白脸过来呢 嗯 这怎么不懂规矩 这有他说话的份吗 秦若若 你竟然敢打我 你不过就是主中天的一条口 你还带一个侯爷的人 你这么做是不是不把侯爷放在眼里啊 侯爷 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你竟然敢不把侯爷放在眼里 信不信今天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信不信今天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好啊 有本事就把他现在叫到我面前来 我看看怎么出不了这个门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侯爷是谁 甚至你后面 有什么样的人给你撑腰 告诉我 老婆 究竟在哪儿 不得 我就踏平这里 秦若若 带来这个小白脸挺厉害啊 要踏平我百利人会所的 他还是第一个 白脸 我现在赶起来 万一风中 都是你承担不起的 别以为背后有肯定给你撑腰 我就不怕你 你再看我 里面那位风 就算是最中间见了他 也得扣住积极了 你要找的那位 顾小姐 确实在我身上 你再看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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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 清小姐 看来你带来的这个小白脸还挺厉害 他难道不知道在侯爷的底盘不能这么撒野吗 白雪儿 我最后警告你 赶紧带我们过去 否则 后果自负 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心 请许不要太过分了 这可是侯爷的底盘不信仇 再问一遍 人在哪 怎么 以多吉少 还是当我们天爷是软柿子 别忘了天爷曾经说过什么 都给我让开 我退下 钱老子 你当真要进去 你当真要进去 我可是先跟你说明 里面的那位公子绝对不是你能扔得起 就算是天爷来了也不明白 别废话 带路 侯爷 吉若若 这儿不是住中天的场子 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 甚至你把我侯爷又放在眼里 侯爷 我们是来找人的 救命啊 你 说 啊 啊 啊 你来 说 我来了 是吧 是吧 啊 李先生 先叫夫人送去医院 我看谁今天敢走 郑美 侯爷 今天的事是天爷决定的 你这是要跟天爷过不去 今天我看谁敢走出这包奸半步 侯元勇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我要一个一个宰 容少他们是楚冲天的人 楚冲天是什么东西 我让你给他们全部抓起来 你 元宇 你带这么多人到我的场子 想干什么 李先生 是我来心 还算及时 接下来知道该怎么 属下停满 好多原因 你今天想动手不成 不是 我能凭个人 不想和我的手 但是今天 你居然感动李先生的夫人 让我不得过亲自出交 侯元宇宙 你也配合我一动手 今天 凡是对李先生的途径 我一个个都记住 一个都跑不了 好 你就是楚冲天 很好 你敢对本少动手吗 天爷 别怪兄弟没有提醒你 容少可不是你轻易招惹得起的主 虽然你是汉城的地下皇 但是在他眼里 不过是泥沙一般的楼语辣呢 这 容少 本是荣康集团的总经理 荣康集团董事长 荣斌的公主 荣少 你惹得起吗你 你惹得起吗你 这容常威 我们还真动不了 容常威我记住你了 这世上 还没有我李末动不了的人 好好好 你小子有种 我就不信了 在这破汉城 还有我本少动不了的人 侯元勇 本少命令你 把他全部给我拿下 特别是李末 把他手给我砍下来 他怀里的女人 我要当他面玩 去 侯元勇你敢 李先生不是你能惹人 小子 这个会所是我的 我才是这儿的老大 就没有我不敢惹的人 而且他们伤了容少 那他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 好样养给我动手 弄此算我的 哈哈哈哈 从今天 你也有今天 从今往后 跟汉城地下皇 我来坐 哈哈 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弄李先生 否则 我同时 整个汉城都要陪咱 吓我 我是不是吓我 之后 别说我没劝过你 小子 你侯元我是吓大的 小子 你不挺嚣张的吗 怎么没声啊 容少尉 你不该招惹我的 还这么嚣张 好好 侯元勇 把腿给我坐下来 让他跪着和我说话 是 容少 我一个汉毛 哎 接免提 正好啊 给家人报个桑 啊 哈哈哈哈 总场位 听好了 总场位 听好了 喂 哈哈 李先生 你好你好 我是冲冰 上次 你让我跟原神调言 这样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要亲自给您送一份盒 爸 阿威 这 哎 阿威啊 这不是李先生的电话吗 你怎么有他的手机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爸 这小子弄伤我了 我要弄死他 哎呀 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 你赶紧闭嘴 赶紧把手机交往给李先生 爸你干嘛凶我呀 这小子弄伤我了 我要十倍奉还 我干嘛要对他有理啊 你行啊 你个逆子 你知不知道闯了多长话 啊 你赶紧把电话都给李先生 我们都得完蛋 快点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有我爸的电话 你改变不了什么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有我爸的电话 也改变不了什么 等你和我爸 通完电话以后 我再慢慢弄死你 老门 听听你的儿子吧 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 你只有一次 喂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听我说 您听我解释 这里面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 这样 你现在把电话交给权子 我去跟他说 哎呦 你他妈吓唬我 还只有一次机会 你就剩下一条狗命了 侯元勇 马上动手 喂 长辈 你这个逆子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 啊 你 我也管不了你了 你 哇 到底怎么了 你还 你还问我你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你得罪了什么人 啊 你 你马上 马上去给李先生道歉快点 爸 他就是个小白脸 还给我脑袋开了瓶 你要我给这种废物道歉 爸 他就是个小白脸 还给我脑袋开了瓶 你要我给这种废物道歉 你给我闭嘴 知不知道 如果 先生 是你口中的小人物 那我们 我们荣家 连垃圾都算不上呢 快把手机放下 然后跪下 跪下去向李先生道歉 你现在就跪过去 请求李先生的原谅 要不然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喂 哎 赶紧背车 我要出去一下 这小子到底是谁啊 居然让我爸说出这种话 李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的流氓 谢谢 道歉 老老 跟我老婆去约 是 你 你 侯远友 侯爷 是吧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想在汉城再谈 把那个侯远友 我弄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你放过我 李先生高台贵手 求你高台贵手 错了我真的错了 现在 轮到你了 李先生 你看啊 我父亲是荣斌 仅没有认识 只能留意些 干不了啊 我以后在汉城 看到你们 我绕着走 做事 我曾经发过事 在这个世上 没有谁敢欺负 若算你天王老子 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不是你先生 我还没有得到他 你看你就冲进来了 就算你碰他一根手指头 也必须付出代价 我给你钱 哎 哎 你要多少都可以啊 我不需要钱 我要的是更痛快的代价 那你要怎么样 废了我 该是要杀了我呀 李先生 你这是干嘛呀 这提前 买你的第三条 你看 你这是这样 你轻着 你去那 你갔는데 天呐 你干吗 你 李先生 李先生 我那么做 你没有意见了 李先生 今天能给他这样的惩戒 其实正合我意 他能这么做 完全是被他母亲给过坏 你去处理一下 现在少女去疗伤 你伤好之后 立刻送他回京都去 你告诉他 农死以后 绝对不允许 他再离开京都半步 如果他敢再犯 就打断他的腿 李先生 您此前交代的合同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知察顾小姐的亲笔签字 就能生效了 李先生 请过目 不用了 明天晚上 去露家的民众晚会 你去出房子 去寻触楼 好 还有 百利人会所 我不想看 快说一看 李先生慢走 是 刚才 你都听见了 是 百利人会所 开出调吧 是 百利人会所 被拆了 我们少爷被抓了 难道是你猫干的 不 不是 我不敢 你去都不敢 他就是个窝囊废啊 路上明晚就是我们的年终晚会了 我们需要准备准备了吗 当然是准备把木云兰赶出国家公司 你怎么来了 我来照顾我老婆 你就凭吧你 为了你的这个笑容啊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对了 你没事吧 我刚才看电视说 那家会所 被整治了 我没事 我去的时候 正好碰到有人去查 就顺道把你带出来了 那你没有打他吧 动手了 那你有没有受伤 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你干嘛打他呀 他可是荣氏集团的大少爷 他可是荣氏集团的大少爷 我跟他的合作 肯定谈不成了 他也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好了 我骗你的 我可没有那么蠢 不过他当时对你那样 真想一刀宰了他 对不起 我不应该去的 好了 别多想了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呢 就是要好好休息 什么都不要想 可是我 可是 好了好了 你没事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不来救我 要不是你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都老夫老妻了 还这么客气 对了 明天晚上 可就是公司的年终晚会了 可是 可是我没有达成 和荣康集团的合作 放心 一切有我呢 放心 一切有我呢 什么意思 荣康集团的合作 我帮你拿下了 不要跟我开玩笑 顾云兰 你所承受的一切 我李沫替你扛着 明晚的顾家晚会 我要让你成为 众人所羡慕的对象 云兰 等很久了吧 你怎么才来啊 让你换身衣服 你怎么还是一个样子 就了几身衣服 每年不都这样吗 没事 好了 等会儿别乱说话 不让你说什么 先说什么 免得被他们笑 知道吗 是 带什么不好 带条狗来 真是贵气 哎呦 这不是李沫吗 我们汉城的名人呢 我应该坐在主里啊 嗯 过来 你带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来 你就不怕霸道 不高兴吗 你还真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啊 李沫 顾秀伟 你够了 你还真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啊 谢谢啊 别客气 我只是不想你给我弄你 对 我不会偶尔也真是想 你最近干嘛说话这么奇怪 有吗 还有吧 陆总的 人都到齐了吧 那就开始吧 来 跟我坐 约安 你想做那个 我想啊 可我有什么办法 那是应该顾家人才能坐的位置 我一个嫁给窝囊费的女儿 有什么资格坐在那 要不是你 我和我妈也不会被赶出位置 嗯 你怎么就这么没用 原来 需要你 我就能够让你坐在那 包括顾家家主的位置 都可以给你了 你在胡说什么 就凭你 相信我 只要你想 我就可以 好了 这种没有希望的话 你再不要再说 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相信我 一定可以的 你有本事 你今天还能坐在这吗 梁师有本事 今天能坐在这吗 月兰 你一定会如愿的 月兰 哎 你和荣康集团的合作 怎么样 我好像看见你和荣康集团的少爷见面了 那这样 我先提前恭喜 看来合作是坦诚 来 大家祝贺顾总监与荣康集团达成合作 来 月兰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难不成 合作没达成 月兰 我要记得没错的话 你可是拿总监的位置当赌注的啊 月兰啊 合作这边怎么样了 接下来 对吧 爸 我 爸 荣康集团的合同 原来已经拿下了 爸 荣康集团的合同 原来已经拿下了 合同拿下了 李莫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怎么可能 顾云兰除了长得好看点 他有什么本事 他要是能拿下 荣康集团的合同 我出门就被车撞死 废物还敢站出来替老夫 正面 也不看这什么场合 还敢说大话 依我看呢 还是把那个里头赶出去吧 还有那个顾云兰 来你 谁让你乱说话的 你妈 谁让你乱说话的 今天你老公说你去拿下了 合同 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 你倒是拿出来啊 去 狗屁的合同 我看的就是装腔做事罢了 姐姐 一个废物 一个摔你 天坐之河 也对 一个废物 一个摔你 天坐之河 李莫 你个废物 滚滚出去 未来 既然你没有拿下 与荣康集团的合作 现在 就兑现上次的赌约 当着大家的面 宣布辞职吧 我 就是 既然没有完成任务 那就特别让行 别站在毛坑不拉屎 早就看顾云蓝不顺眼了 一个花瓶什么本事都没眼 我看哪 还是赶紧滚出顾家集团才对 没错 一个女子还妄想副总的位置 简直可笑 雲蓝 既然你拿下合同 辞职吧 爸 好 我辞 龙董 龙董 龙董大驾光临 彭毕生辉啊 顾云莱小姐 你好 顾云莱小姐 你好 这是我们龙库集团和您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此前我已经在上面签过字了 只要您现在在这上面把字签完的话 额同随时可以生效 请过目 龙董 您这是 龙董 您是专门过来送合同呢 哈哈哈哈 原来 顾总啊 嗯 不错 经过 多方考量 我们觉得 对公司和我们荣康的经营理念十分的气贵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也调查过 顾小姐能力非常严重 所以 顾总 恭喜了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额同我已经送到了 顾小姐 希望我们在日合的合作 愉快 顾小姐 再会 在日合的合作能够愉快 顾小姐 再会 来 快给我看看 好啊 哈哈哈哈 太好了 爸 这合同肯定是假的 未证的 那个什么 龙董 那些可能是假的呀 毕竟 大家谁都没有见过荣康集团董事长的 那 还是 是 为了这个贱户 连续找人冒充伪造的 演戏的呀 顾小姐 你需要血口配人 我血口配人 我血口配人 那你说说 荣康集团那么大一个公司 帮着汉城这么多有实力的药业集团不去合作 为什么偏偏选择我们云胸集团 啊 对了 我听人说 有人看见你和荣康集团的少爷以前以后进了同一家会所 有人看见你和荣康集团的少爷以前以后进了同一家会所 这没想到啊 顾云兰是这么不见见的女子 为了合同出卖肉体 可怜了李莫那个窝囊费 自己女儿不能相认 现在自己老婆还给自己戴绿帽子 要是我呀 早就投降自贱 你说等他女儿走 要是知道自己妈妈 居然是这样的女人 会不信 我 我没意了 你相信 这河头 其实是我 你什么你你给我闭嘴 这里没人说话的放 行了 既然河头已经拿到了 大家共同理论 拿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这是我顾家认入上层的契机 大家明白吗 大家共同努力 拿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这是我顾家认入上层的契机 大家明白吗 明白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话说我会照顾机给努力的 你告诉我 云兰 你呢 好的吧 慢着 爸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初云兰和顾兴伟打赌的时候 如果云兰赢了 拿到了这本盒 副总的位置 就应该是他的 放肆 李莫 你说的是 这可是我们顾家的年终网络 其中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就是 李莫 你也不三分钟 照着自己是什么德行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把我们顾家 有没有放在眼里 你 一个废物 李莫 滚出去 妈 你够了 李莫她是我老公 云兰 你疯了 干嘛帮一个义务师储的废物说话 李莫说的没错 如果我今天没有拿下 与伦康集团的合作 说不定 已经被你们赶出过家了 如果我今天没有拿下 与伦康集团的合作 说不定 已经被你们赶出过家了 但是 今天我既然拿下了与伦康集团的合作 这个副组的位置 应该是 爸 你答应我 此时 不着急 林兰 现在是不是很伤心 不算你拿下与伦康集团的合作 又怎么样 副组的位置 不可能是你的 我才是我爸的长期 我才是你家 未来的寄层人 永远也不可能是你 你 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 原来 副总的位置 迟早是你的 真的吗 真的 相信我 哎呀 我女儿真是太厉害了 拿下了与伦康集团的合作 这么大的油水 我们家有希望了 雲兰那么厉害 今天可以这样 哎 李莫 你说你爸 今天说这话 什么意思啊 上次说 只要云兰拿下这个合同 就把副总的位置给他 现在是想反悔 还是怎么着 副总的位置 爸早就想 立即顾心委 他是他的长 那怎么行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 怎么能反悔呢 还是你太窝囊 才让我们云兰那么难 好女儿啊 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 拿下这么大的合同 以后我们家 能考虑就只有你了 妈 其实这合同 不是我拿下的 不是你拿下的 那是谁 哎 你摇什么头啊 难不成这合同 是你拿下来的 今天在委会上 你就说三道四的 我还没找你三正呢 李莫 上次你说这合同 非我没入 今天荣总就亲自 把合同送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什么 李莫这份 我还说过这话 我上次的意思啊 其实也是鼓励你啊 我想着真正的原因 应该是处在 那位容上 我真的跟那个容上 妈 你别乱想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学习的 还能是吗 你 我还能抵较 你 这话 我还能抵较 你 我还能抵较 你剛剛什麼意思啊 連你也懷疑我 林茂 你是不是個男人了 我可是你老婆 我的意思是 他們這樣做可能是怕你嗎 這榮康集團可是大公司大企業 他們就是變相的向你示弱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過不了幾天 在榮上就會來跟你道歉的 真的 我怎麼會懷疑你呢 小傻瓜 我愛你還來不及呢 討厭不理你了 真不理我了 老婆好香啊 老婆好香啊 我去醫院了 滾滾滾滾死在外面才好 你們說咱們顧總監怎麼拿下與榮康集團合作的 還能怎麼樣呢 你沒聽顧經理說 顧總監偷偷和榮少私底下見面 你懂的 潛規則 沒想到顧總監居然是這樣的女人 也太早了吧 幹什麼呢 一大清早的 還不快工作 喂 要你處理的視頻處理怎麼樣啊 好 要你處理的視頻處理得怎麼樣啊 處理好 保重人想 好 給我發到各個公司的微信群裡 喂 謝謝 遠前自 你女兒生日快到了 一摸那個廢物蛋又沒辦法過生日了 同樣過生日 插劇怎麼這麼大啊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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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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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